那那个产霸影像城 好的 我们这个导航不对 还是我定位都不对 定位都是对的 但是这个导航走这必须从这掉头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江 现在送客到了这个新开的印象城 西安线开了好多这种商场 今天天气太热了 这会儿 车里面感觉都特别闷 我听到这里 再等一等单了 西安最大的小区 玉京城果然大 开了一圈还没出这个小区片区 就一点半了去吃饭 刚才过来其实发现那边有一个照记粉汤羊蟹 应该是东郊这边比较出名的一个店 咱过去今天就吃一吃 其实粉汤羊蟹 适合冬天吃 进到了幸福林代的下面 幸福林代就是最近几年 在西安建了一个大工厂 然后就是打造了一个地下商业街区 类似于 类似于中央公园 上面是公园 底下是商城 哎 上面是公园 对着 全场五公里呢 上面就类似这种公园 底下这个底下呢都是商场 今天说是底下商场 经营不太好 要不下去看一看 看这几个字就知道是个大工厂 中国鲜 幸福林代 我下去看一看 听说是底下商场好像 生意特别惨 惨的 不知道啥原因 这不是当初规划的时候 憧憬挺好的 一会儿逛完 咱去东关 东关粉汤羊洗店 喝一场 就是像这种街区式的商场 感觉是人确实不多 好多 像这个好像已经关了 真的 关了 这个一看样子也没开多久 你看这装修 好像还真是经营 很差呀 这是什么双星 这门都已经关了 第一次来 这个幸福林代 我的天 这是个什么 巴不多 铜装 铜鞋 是不是也关了 也关了 也关了 这底下还挺凉快的 其实 这没空调 这 这什么 我的天 这确实关了不少了 我感觉这一排 走过来能关 30% 40% 也关了 这就看网上说 幸福林代 生意差得很 对面这个也关了 这是一个铜装 一路过来 好像就是这几个 有几个儿童玩的还行 没开门 周六呀 这是今天是周六 周六 幸福林代 当时规划的是 西安 东郊 应该是最大的城市公园 对标的 我记得对标的是纽约市 纽约中央公园 然后底下 而且设计的非常好 底下是刚好是商铺 觉得 但是开业之后 就是这个样子 确实也没想到 而且建了好多年 好了好的 咱去吃东郊 东郊 粉汤洋行 非常出名 这走过来 就这两个 这个店和这个 都从游乐场开着 车停到了 幸福林代底下 然后 这边就是 召集粉汤洋行啊 这一个辣椒是两块 这家粉汤洋行 我觉得整体比小南娃那家要便宜 一个饼 一个辣椒 还有一个冰封 一共是21 而且量比较大 整体就是麻味比较重 适合重口味的 虽说叫粉汤洋行 但是老板说现在都没有纯洋行 基本上都是猪血混合血 但是这个口感呢 特别还是特别的香的 而且给的粉丝的量 真的特别大 配上这个两块钱的腌制辣椒 酸酸甜甜 非常的爽口 整体来说还是非常好吃的 而且价格公道 吃完了 太热了 太热 最近还是要再控制一下食量 减了差不多 五斤 好了 全车准备走了 现在的新能源车也挺多的 这种非凡汽车 没听过